大家好,今天是5月14号 今天有很多的好消息跟大家分享 首先是乌克兰方面传来一个惊人的好消息 就是乌克兰军队将要收复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埃科夫 而俄罗斯军队正在撤离哈埃科夫 哈埃科夫是一个军事重镇 也是乌克兰第二大城市 那他正好处在东巴斯和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中间 本来俄罗斯军队他转移到东部 但是他还想把哈埃科夫给占有 因为他是第二大城市 但是最近以来乌克兰军队展开反攻 把哈埃科夫周围的很多的冲政小城全都给夺下来 逼着俄罗斯军队不得不撤退 这样的话乌克兰军队很快就会夺取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 在军事上获得了第二次重大的胜利 第一次重大胜利就是把首都基辅全面的给收回来了 把基辅的俄罗斯军队全都赶走 那现在把第二大城市又给全面的给夺下来了 这样的话俄罗斯军队就获得了第二次惨重的失败 说明了根本守不住这个第二大城市 现在他们只能逃到东部 在东部跟乌克兰军队进行激烈的战斗 这个消息美联社进行了报道 而且是乌克兰的国防部进行了确认 国防部就此话题向全世界的媒体都讲了 所以这件事情是确凿无疑的 现在乌克兰军队的战略就是把北部东北部 这些城市全都给夺回来 然后把整个俄罗斯军队就压在东部 压在东部之后展开大反攻 然后全面的把俄罗斯军队从自己的国土上给赶走 而且他们在东部也取得了很好的战果 前天有一个报道 就是在俄罗斯军队渡河的时候 乌克兰军队进行了袭击 那俄罗斯军队惨败 很多的官兵全都死亡 都掉进河里给淹死 而且周围战车坦克非常的狼狈 英国的情报部门估计 这次渡河俄罗斯军队损失了一个营 将近一千人都因为渡河 被乌克兰军队给打死 乌克兰从空中各种的无论机 飞机扔下炸弹 还有陆地上 他们渡河的时候进行袭击 因为俄罗斯军队渡河的时候 他防备各种动作 他是最缓慢最容易受到攻击 所以乌克兰军队抓着这个机会 在他渡河的时候进行了猛烈的一个打击 现在东部这样的拉锯战正在进行 那俄军可能收回了几个冲政 然后乌克兰军队马上就把他给夺回来 那再过一段时间 东部乌克兰军队进行大举的反观的时候 那俄罗斯军队只有撤退的份 只会撤退到他自己的老家去了 现在西方国家 西方七国会议召开会议 外长发布了一个声明 声明里面特别的强调 就是不承认俄罗斯用武力侵占的所有的乌克兰的国土 那包括克里米亚 这样的话乌克兰呢 他有西方的支持 他呢大局反攻的时候 克里米亚都可以反攻 我们在前天呢 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 私下喊给泽林斯基说 你应该让一些领土 让这个普京有面子 这样的话就可以停战 马克龙呢这个人是非常的幼稚 非常软弱 那泽林斯基呢就把这段话 全都给全世界公布了 我们呢不会以任何的一寸的土地来换取和平 我们呢必须要进行激烈的反攻 把侵略者从我们的国土上全都赶走 你用武力侵占的领土 改变的版图呢 绝对不会比历史 比现行的法律所承认的 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乌克兰呢 取得一个阶级的一个的胜利 现在把第二大城市哈埃科夫 给全面的收回回来 这是非常重大的胜利 值得庆贺 中国方面呢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美国议员班克斯 他提出了一个法案 就是共产党员签证透明法案 这个法案呢要求中国人 他申请美国签证的时候 一定要注明他自己是不是共产党员 他跟共产党这个组织到底有什么关系 他的亲属里面有没有共产党员 他的亲属里面呢 有没有在公安国安 或者党的机关里工作的人 这个申请表格呢在未来 凡是中国人申请到美国的签证里面呢 你必须要填 这个表示了美国呢 对中共党员更加一步的限制 我们知道在川普时期呢 就签订了很多有关限制中共党员的一些法案 其中呢有一个法案就是规定 凡是中共党员来美国呢 第一次那只中一个月 很短的时间 限制他停留的时间 那这次呢更加在签证的时候啊 你表明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你跟共产党这些组织有什么关系 如果有的话 那完全呢就把你拒签 所以以后呢 中共党员来美国 中国党员的亲属来美国 与中共党员 与中国的国家政府机构 有关系的中国人来美国呢 非常的难 难与上擒天 这表明了美国呢 对中共的渗透是非常的在乎的 因为在美国的很多的华人啊 他实际上就是中共党员啊 那些媒体的记者新网社啊 这个电视台啊啊 那些记者很多呢 都是共产党员啊 因为共产党员的话 政治上合格啊 才派你到美国来啊 还有很多的商人 还有很多的什么 这个协会 那个协会 各种面目来美国的 实际上都是共产党员 必须呢 把这些人拒绝入侵 因为他们来到美国之后啊 就搞一些虚假的宣传 搞统战啊 进行危害美国的活动 所以呢 必须限制 他们来美国 那美国共产党议员 班克斯提出的这个法案呢 很快呢 这个中央医院通过 然后参议院通过 总统签字 就会正式成为一个法案 那时候呢 对中共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那时候也是对中共呢 渗透统战美国 一个重大的阻碍 美国在这方面呢 就会取了一个重大的胜利 那最后我们谈一下呢 中国今天宣布呢 他放弃明年亚洲杯足球赛的举办 本来呢 中国呢 跟亚洲足联进行协商 申请到了明年的这个亚洲杯足球赛的主办权 主办的城市呢 包括北京啊 成都啊 好几个 但是呢 中国他说考虑疫情的原因 宣布放弃 希望在其他国家举办 那这个消息呢 就说明了 中共呢 他现在想到明年的时候呢 还是处在疫情当中 明年的时候他有可能继续分城 他知道他现在的疫情控制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自己的国产疫苗不行 自己还要坚持清零政策 那新的这样一个病毒啊 他的病症不重啊 但是他传染速度非常快 他现在的Omicron呢 那照Omicron的症状的话 中国呢 不仅近年他搞不定清不了零 那明年呢也清不了零 可能后年呢还是有问题 所以说现在整个中国的状况是非常可笑的 美国呢 现在已经全面的恢复正常了 美金呢 可以说生活 起居 工作啊 全都恢复正常 但是中国呢 还深陷在这种心灵政策的折腾当中 还就像文化大革命一样 还就像六十年代大饥荒一样 分城分葱分区 把人民呢当做小白鼠来对待 而且更可怕的是 从这次亚洲杯比赛比取消呢 可以看出中共呢 他要长久的给分下去 起码呢 明年六月份之前 他还要坚持这个政策 所以说这个消息呢 是对大家来说是不好的消息 那我们呢 也看出中共自己 他会把一个错误的政策 坚持到底 但是他只要坚持到底的话 那人民对他的怨恨 全世界对他的本质呢 就会看得更加的清楚 他走向灭亡 从加速式 加速自己 包括自己政权的灭亡的速度呢 就会越来越快 好 今天我们的评论呢 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再见 客观 真实 及时的时政评论 绝不欺骗 忽有观众听众 宝胜传媒敬请订阅 点赞 评论 转发 推荐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